今天是现场排查 因为是涉及到病例的工作单位 相对风险比较大 而且它是在一个写字楼里 一个美甲店 5月18号晚上8点 丰台区疾控中心接到消息 正在集中隔离的陈女士 核酸检测为阳性 丰台疾控工作人员 连夜对陈女士进行流调速度 与此同时 现场排查组 还要连夜到陈女士的工作场所 进行排查和环境采样 其他家都店都关了 对对对 他们的监控在哪 可以看你这样吗 都在咱们上面都关了 95后的斯芬芬 就是排查组的成员之一 她调取了现场监控 仔细核实陈女士的活动企机 感染者陈女士 是美甲店的一名工作人员 该美甲店 位于一栋写字楼的一层大厅 每天人流量很大 这给现场排查工作 带来极大的难度 她那天13号 一天都在这里工作 我们要看她一天 除了去店里之外 她去了哪些地方 按照陈女士的流调自述 13号这一天 她一共在美甲店工作了10个小时 曾去过卫生间 与同事一起去过一家便利店 此外就再未去过其他地方 10个小时的监控素材 现场排查人员仔细地查看 在一个一个闪过的画面里 细心的思纷纷突然发现 陈女士曾从一间咖啡厅的拐角 走了出来 之前她没有提到 她去的咖啡厅 但监控里面看到她去了 这又是一个新增的点位 对 不仅如此 思纷纷还发现一个重要信息 在前往咖啡厅的路上 陈女士没有佩戴口罩 并且在走廊里 与另外一位同样没戴口罩的男士 擦肩而过 这两个关键细节 直接锁定了两个新增的风险点位 咖啡厅与走廊 而走廊里那位没有戴口罩的男士 可能就是新的密切接触者 在留掉病历时 他并没有提及自己去过咖啡厅 那这个风险点位的话 就没有第一时间进行现场排查 相关风险人员 它的弱微管控也是稍有滞后的 导致病毒的潜在传播 经过四个小时的摸牌 斯芬芬与现场排查组的同事 连夜对陈女士风险点位 可能触及的位置进行环境采样 共计采样近200个 把手 他们肯定接触的频次很高 指甲油那么多 因为他手可能都会碰到 凌晨1点30分 现场排查组的工作才告一段落 奥米克容具有极强的传染性 佩戴口罩或者是不规范佩戴口罩的话 都会大大增加被感染的风险 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进的佩戴口罩 配合流调工作 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当大家接到流调的电话时 一定要进行积极的配合 这样也有助于我们尽快将风险人员落位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